美欧日分别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一、当地时间7月17日,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一起来到日本,跟安倍晋三谈贸易协定,欧盟和日本签署了一项内容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承诺取消99%的关税,建立一个覆盖6亿人口经贸区。 二、当地时间7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到访的欧盟主席荣克,在白宫共同宣布,美国与欧盟已经达成协议,针对飞汽车类产品,建立零关税框架,欧盟也同意从美国进口更多产品,其中包含主要的出口产品大豆。 荣克也提到,只要协商持续进行,欧盟也会考虑重新评估现有关税,特朗普说,今天最主要的成果是,我们同意共同努力,以实现零关税,零关税壁垒,以及对飞汽车工业产品零补贴。 上图是,之前还是敌人的特朗普与荣克,此时却在白宫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通过近亿洲,世界上主要的三个经济体,签署了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好事情,现行的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荣不得推道重来啊。 作为世界经济舞台中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美国不会政治地放弃经济全球化,在市场边界夸张中,美国一定是受益最大的国家,美国和欧盟经济实力相当,如果真的大打贸易战的话,不符合美国利益,提出自由化的磋商措施,不但可以避免贸易战冲突,也可以进一步美国的公平贸易和对等贸易的价值取向。 欧盟虽然跟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但是欧盟内也有不同声音,据德国之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欧盟主席荣克的表态,同意互相消除贸易壁垒,虽然双方互动良好,但气氛还是有一点凝重。 美国前驻欧大使认为,双方达成的协议很荒谬,因为欧盟作为一个联盟,没有办法实际购买商品。 一句话来说,欧盟不等于欧洲各国。 上图是马克龙,反对美欧就广泛贸易协定开启谈判。 克龙说,我不赞成就如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一样的广泛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因为条件不允许。 期待美国就钢铝关税问题摆出姿态,双方之间的贸易谈判,不应包括农业问题,现在欧盟、美国、日本只是双边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而没有三方共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只能说,美国欧盟只是停战协议,或是冲突爆发前的一次间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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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